第十二轮大规模接种 北市花博站全力支援打AZ第二剂 还为此加开夜间场次服务上班族 但却爆出医护为了协助施打 必须加班支援 后来还有这个基层的医护发现说 连值班 值完了这个夜诊之后 还要再去支援打疫苗的事情 这不会再发生了 不会再发生 你保证 不会再发生 那再发生要怎么办 我辞职 不止医护工时拉长 病患权益也受影响 光是仁爱院区最高纪录 一天就曾调十五位主治医师 及六位专科护理师支援 院内人力吃紧 要求不管是谁 反正内部自己写条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人力的支援的 这个表单要把它填满 在这一段期间 更是要每天都常态性的抽掉 十五甚至到十八名的 医师或专科护理师的核心 照顾人力 疫苗接种还会持续 第十三轮马上接着来 三号开放BNT和AZ族群登记 第一季第二季同时开打 北市为了降载花博亮能 除了招募三百位退休医护 也将加开六个中型接种站 包含市府一楼中庭 李明活动中心 此季进司堂等 预估第十三轮 十一月五号就能投入接种 至于学生BNT第二季 家长担心心肌炎副作用 专家小组还需要研议接种规划 指挥官陈锡中表示 要打也至少会间隔六周以上 预留更长缓冲期 三立新闻领问山山家宣 SNG小组台北报道